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MCN感受到抖音的控制能力太强了 无论在流量还是商业化上 他们根本没有溢价权 私自接了几单广告 被抖音识别出来 接单的账号被降权 养了半个月 才回来大大小小的MCN共同创造了抖音的繁荣 抖音成为新的流量帝国 但他们却在为赚钱焦虑 即使赚到钱的 以为以后是否能继续赚钱焦虑 为什么抖音要打击视频上传者 及背后的MCN机构私自接广告呢 这些机构手握众多大号 却又为何要为赚钱焦虑呢 原因无它 作为一个内容型信息流产品 抖音面临了和微博当年同样的问题 基本无法向C端收费如电商、会员、直播等 只能依靠B端收入及广告费 所以当年微博要打击大号接广告 而抖音也必须要走同样的路 因为一旦广告主都去找KOL和MCN了 那就是直接抢抖音的饭 大家吃的都是一碗饭 这些KOL和MCN的焦虑也是同理 他们在抖音上也只能靠广告维持收入 其他收入几乎可以不计 可以随时打开抖音 看看最顶部一排推荐的直播 粉丝200万 同时在线1300人的状况几乎是常态 而快手则几乎完全相反 快手能够成为iOS系统内收入前八的APP 主要就是依靠直播收入增值服务如粉丝头条等 直接向C端收费的项目 头条洗澡就有成熟高效的广告变现机制 快手直到去年才正式启动商业化 因为快手的确不依赖广告收入 即便接下来快手也要开拓广告客户 由于快手用户最终消费的是人 很多粉丝数并不算太多的KOL 也可以把自己的快手直播间搞得很热闹 这种收入结构对于平台和KOL是双赢 双方是一起把柄做大的关系 而不是一块饼你吃完我就遏制的关系 独自赛跑 既然用户需求消费核心收入方式都有巨大差别 几乎不可能再将快手和抖音 或者其他什么短视频软件混为一坛了 即便有相当高的重合用户 但他们在用户心智中有不同定位 唤起的是不同快感 甚至于抢的流量都不一样 根据Quest Mobile此前数据 头条系的流量崛起 直观上影响了游戏产品的用户时长 而在2018年中的短视频大整顿中 秒拍和播播视频的卸载用户中选择 继续观看短视频的都有近一半 优先选择了快手 抖音代表着一种经过设计筛选 组装的精美成瘾内容 这与网游的用户需求非常类似 而快手代表着一种人际魅力认同 情感共鸣的真实生活写照 他能抢的主要还是观看普通人视频 直播的市场需求 正因为赛道的截然不同 抖音才能够瞬间崛起 同理快手也没有慢下自己发展的脚步 双方的确存在竞争 但更多的还是错位 至于快手是中国YouTube 国内版Instagram之类的说法 更是懒于思考或为了表达省事的结果 快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 都是一款非常独特的产品 很难拿某个坐标系或参考物去套 比如YouTube的头部网红 基本都大学毕业 大多手握社会科学类文凭 而且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来自平台的广告分成 这和快手在哪个层面来看都很不一样 快手没有对手 快手注定独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